王翠华 王翠华 老板你好 你叫王翠华是吧 是我 今年二十七八岁 北京清华大学服装设计系毕业 是吧你 是我 你等一下我打电话 老板我这是 你给我闭嘴 喂 苏厂长 马上带上你那个表姐来趟我办公室 你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怎么跑我们公司来干保洁了 主管安排的 主办说让我从基层开始做起 主管说的是吧 你知道的 跟我来一趟办公室 快点 你就要往嘴花是吧 你长那么高 少拿个多一点 这个方案老板明天十点钟就要用 你加班加点都要给我做出来 听见没有 大点声听到没有 听到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岗位 后面一百多人排着队呢 你要不愿意干呀 就给我滚蛋 还有啊 给我记住啊 方案写好以后啊 庶民啊 不要写你的 写我的 写我表姐的 听见了吗 听没听见 听到了 听到了赶紧来做 听到了还不快做 快 表哥 我乡中个班 快点坐 你给我买 走 朱厂长 来 眼熟吗 老板 我对方案不了解 你确定这个方案不是你做的 我确定 老板你找我 尝尝 朱厂长 朱厂长 你来了 妈妈好 这个是谁啊 这我表姐啊 你表姐是吧 我们这个方案做得非常好 嗯 这个方案是谁做的 我表姐 我呀 老板是我做的 你表姐做的是吧 嗯 来张子 你把我们这个方案 让我介绍介绍 介绍 没问题老板 表姐给他介绍 来来来来 不是 这个保温库的方案是你做的 你还要看吗 嗯 那我看看再介绍不更详细吗 直接拿裤子介绍 直接拿裤子介绍啊 方案就不要看了啊 老板你看 嗯 山立索文库 山立索文库 你还认识字啊 哎 自己认的可多了呢 你看 嗯 老板 绿色的 绿 啊 一个腰头 两条腿 老板两条腿能穿 三条腿不能穿 这个方案到底是谁做 是不是你做的 叫什么玩意儿 是我做的 保温库吗 加后加后 行了行了 往后稍一稍 往后稍一稍 把你耳朵竖起来 听好了啊 不是 来 来 这样 哎 不是 你这臭保鞋 你看你干嘛 娜娜 你表妹 嗯 是不是 我表姐 你表姐 这个方案 到底是谁做的 是你表姐做的 还是谁做的 我做的 老板 你做的 你做的 你把这个裤子 说成什么样了 他不说的跟他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是吧 对 来 你再说一遍 我听听 你现在说 你现在就说 老板 我那 落幕就不棒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王对花 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学了服装设计专业 人家在国内都是很资深的设计师 我把这么好的人给到你 你就给我这么用是吧 老板 他是一个农村人 下等人 就是啊 他能跟我表姐比吗 他是农村人 你们还看不起农村人是吧 咱们网上数三岁 谁不是农村人 人家十年寒窗苦毒 一点一点 一点 撒拼出来的 你表姐有什么用 啊 啥也不会 我家里端毕业的呢 我 让你表姐三秒钟立马给我消失 我不想看到她 表姐 快点 表姐 你先 还有你啊 主厂长 你跟了我这么久 你应该了解我 咱们公司 不管哪个职位 都是亲兄弟 亲姐妹 大家要互相呵护 互相爱护 对啊 我不就把我这个表姐 我 你他们不都知道了 哦 这样子 我多了不听说了 你那个什么 看大门的 二大爷是你 二大爷是吧 79岁了 还有师达阿姨 是你大舅妈 带上你这些阿妈狗 到人事部 领个离职 把你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 滚蛋 什么 叫我离职啊 不 好 哎 大姐 在咱们公司啊 试金子 早晚都会发光的 不会要你的汗水 变成你的泪水 咱们这个 这个猪厂长 已经去打离职报告了 这个职位呢 也空出来了 我决定啊 以后 把这个厂长位置 交给你来做 老板 我可以吗 有没有信心 有 来 谢谢老板 好好好加油 小爷 老板 你这是干嘛呀 你别问 等一下啊 你就知道了 走 老板 老 老板 臭保安 睡什么觉 上班的时间睡觉 沉掉了 掀起来 哦 还干净 擦干净 哦 是你的擦 有毛病 对不起 对不起 擦干净了 一辈子当保安吧 臭保安 我当保安 我骄傲 怎么了 刺激 把脸转过去 转过去 转过去 哦 这么多钱 老板 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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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钱 哎 保安大哥 这是你的钱吗 我一个保安 哪有那么多钱了 不是我的 哦 这么多钱 谁丢的呀 人肯定很着急 哎 老板 老板 你今天能找我们来 是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咱们公司呢 有一个销售主管的位置空缺了 所以呀 我决定 从你们三个人当中啊 选一个到销售主管 选我 选我 我能干 先别说 先别说话了 我呢 做了一个小测试 你们呢 也别争嫌恐后的 好不好 好 这样吧 跟我去办公室 行 我告诉你 销售总监这个位置 必须让给我 听到没有 我 要不然我告诉你 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滚 哦 还有你 我告诉你 你也别跟我抢 销售总监的这个位置 必须是我的 听没听到 老板说了呀 这是公平公正 人人平等 你个臭农民 你有什么可跟我公平公正的 我是城里的孩子 你再看看你一个老农民 你来跟我竞争什么呀 你回去好好种你的地 行不行 别来这里掺和啊 我爸爸也希望我能成凤 你还成凤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就像说的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 会打斗 哎呦 你个臭农民 跟我真小啊 你赶紧回去种地吧 地也不需要我一个人种 你不种 那我们这城里的人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们全世界人民 都等着你们这些臭农民 给种地给我们吃呢 你还不想种 快回去 我也想当领导 你当领导 你拿什么当领导啊 你就是个回去 养养桌 放放牛 放牛的小娃 君没听到 别跟我争 告你啊 老板老板 你就把这个位置账给我吧 他们两个臭农民 他们也不配呀 再说了 我还是海归呢 哎 老板 你什么海归 我还不认识呢 老板 这个萧生总监委员 你得给我 行了 你们现在别吵了 这样吧 今天呢 你们应该知道 咱们销售主管这个职位呢 一直控制 对不对 是的 这样吧 咱们公司啊 这还有个新品 山地索文库 你们呢 以你们的专业 把它详细的 仔细的给我介绍一遍 好不好 行 那我先来 来 首先呢 首先呢 这条裤子叫做 山土椅 所倉库 山土椅 对啊 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啊 得得得 去 上后面 哎呦 山土椅 这不是山地 所奉库吗 黑色的 我没拿出来 我都不知道黑色的 弹力带弹力 还陈天天的 完了就带了大头绳的 就是给你扎头挖用的 这是头绳啊 这不是头绳 你家库子上面 哥俩头绳啊 这不方便吗 去去去超吧 啊 对了老板 嗯 今天我过来的时候 我在门口捡到两个块钱 我也不知道咱们公司谁丢的 老板 老板 您负责给 老板 这支持钱是我调的 啊 你的呀 是你调的吗 啊 我告诉你啊 从你们三个进门那一刻 今天的测试啊 就已经开始了 我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呢 每个人在你们面前啊 都放了两万块钱 到头来呢 他俩的钱都中宝私囊了 只有你把这个钱还给我了 所以啊 我决定 这个销售主管的位置啊 就叫给他来坐 你们俩没有意见吧 老板 你这心情也太重了 你这心情也太重了吧 你这 你才记得了 就是了 你整这一桌上 如果我不测试的话 我怎么知道 你俩人品是这样的呢 我俩人品老好 哎呀 这样吧 我觉得你俩人品啊 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司了 一会呢 去财务结算下工资 你们俩离开我的公司吧 你不用我俩 我俩博士后 这是海归的 虽然说咱们公司呢 销售的能力 还有学历是重要的 但是啊 我觉得人品是最重要的 知不知道 先做人 后做事 你们两个连人都做不好 还给我做什么事啊 最后啊 我再送你俩一句话 树高千尺 莫忘根 人若辉煌 莫忘本 这样吧 你们俩呢 去财务结算下工资 离开我的公司吧 老板 我是海归 我不管你是什么归 现在就我走 他就你养姑子 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啊 你这身衣服啊 就可以脱了 咱们公司的销售主管呢 就由你来做 有没有信心 有 咱我们公司啊 人品是最重要的 我看好你的能力 你对自己有信心吧 这样吧 现在呢 也快到下班的时间了 我带着你啊 去办入职手续 好不好 来 这两万块钱啊 做给奖金详理给你 好 走吧 咱们公司的销售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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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因此 卡销售主管的销售主管的销售主管